我在美國就是居住了七年這樣子 那也有經歷過辦桑室這件事情 我記得辦桑室這件事情 就讓我還給我滿大的震撼 那第一個就是我婆婆 她就是有一天晚上 跟我公公在用餐的時候 你知道因為我們加州LA 下面就是墨西哥 很多很多的這個LA人 很喜歡吃墨西哥菜 那我公公跟婆婆那一天 就在吃墨西哥捲餅 叫Burritos 結果我婆婆就噎到了 噎到了人就倒下去了 就拜拜了 難怪川普要把牆組起來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好像在電影上看 會覺得好像很好笑 發生在現實生活 你就覺得真的是 還滿悲傷的一件事情 好 就後來我們就開始 要準備這個後世這樣子 那沒想到就是 那天在醫院送婆婆走了以後 那我們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後當然就是 你知道在台灣我們辦喪事 第一個 可能我們是佛教徒 會蓋什麼陀羅尼貝 就是要給他什麼阿彌陀金 要一直不停地播放 那個阿彌陀金的那個祝念機 然後我就問我老公說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要去醫院 去接媽媽的遺體 可能要送去殯儀館 還什麼的 我老公就說 沒有我們再也不會見到媽媽了 我說等一下 那這個在台灣的祈俗是說 那個病人躺在床上 如果走的話 穿的是那個醫院的袍子 我說我們都會給他 至少穿一個家裡面的衣服 是不是 他說家裡面衣服也不用了 就是他要去選擇是火葬 火葬的話 他說那就是 那個葬儀社去安排 然後排行程 讓他去火化 所以說那個衣服何必要穿呢 浪費 那個衣服還跟骨頭燒在一起 沒有 我們沒有這樣子做 我說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既然是火葬 那我們什麼時候要去火葬場 送婆婆最後一層 尤其說在台灣 我們都說 快跑喔 火到來 很燙喔 快跑喔 我說那我們可能也要 就是跟他講一下 怕靈魂會被燒到 我老公也說 什麼也沒有 快跑的這件事情 反正就是排行程 然後就送去燒 燒完了以後 骨灰就用UPS寄回家 就好了 這樣喔 對 用快遞送喔 用快遞送喔 還有UPS喔 然後再簽收 對 簽收 那簽收我說裡面會寫什麼 他說沒有 反正就是 那個葬營車會幫你包得好好的 就是Schedule完以後 燒完以後 就UPS寄回家來 然後簽收 我說那這樣子的話 誰知道裡面是不是你媽媽 對 他說 Good question 可是我沒有想過 反正就相信專業嘛 就是 所以他們就不會搞錯嘛 所以說就這樣子寄了回來 那這個骨灰寄回來以後 我就說那這樣子的話 在台灣我們都是會要放鱗骨塔 是不是 那我說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應該放在鱗骨塔裡面呢 他說 也沒有喔 我們都是把它放在家裡面 對對對 那在家裡面很妙 我公公跟我老公就把媽媽的骨灰 放在一個非常漂亮的木製的盒子裡面 可是因為我們美國家裡面有壁爐嘛 我老公看一看就說 不然這個東西就放在那個壁爐上 我說你很不貼心耶 壁爐我們冬天不是會起火 會生火嗎 你媽媽活活在那邊BBQ 你覺得這樣真OK喔 BBQ 他就要說 沒有啊這樣我們才可以 常常一抬頭 看電視正好可以看到媽媽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還滿有道理的 對 有道理 可是像我們的文化會覺得 那個棍夫放在家裡 應該有時候會覺得說怪怪 對 對 所以都沒有很奇怪的現象 其實坦白說啦 因為你知道畢竟我是台灣人嘛 那那時候我就在想 其實真的是有點怪怪毛毛的感覺 尤其是呢 你看我們七年前 又從美國搬回來台灣 那那時候呢 我公公在我婆婆走了以後呢 他就很快交了女朋友 就搬去了佛羅里達州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說那這樣子的話 開始打包 打包的話呢 我說那BB這個骨灰 台灣人總是有個尊敬嘛 我說這樣子的話 該是手提 應該是手提上飛機 是不是這樣子比較好 我老公說沒有喔 這樣子 媽媽就是 這一生也沒有坐過郵輪啦 那我們就想說 就跟家具一樣 就是拖運 拖運 做海運 跟著家具一起 然後我們就一起回台灣 我說那你媽現在就是一個 一個家具的意思 物品而已 對 他說不是啦 媽媽會幫我們照顧這些東西 他幫我們看管這些東西 好 回來台灣以後 這個時候呢 因為你知道我爸爸媽媽都覺得 入了新居 是不是應該找個那個 風水師來看一下嘛 爸爸媽媽在總是會覺得 看個風水好 我就說OK 好吧 那我媽想說 就找一個風水師來看 風水師一看到就說 你這樣子喔 陰陽真的就是已經兩格了 陰陽在一起其實對家運是不好的 所以這風水師就告訴我們說 我強烈建議你們喔 應該還是讓他去住林谷塔 不要說跟你們火人住在一起 其實是不好的 那我想說也對 我就開始問我老公說 那不然這樣的話 也許陽明山風景不錯啊 北海岸風景滿好的啊 看山看海嘛 看你媽媽喜歡哪一個 也真的是去看了一下下 你知道嗎 一看不得了 我老公說 這些小格子是放什麼的 我就是放媽咪放進去嘛 他就說 不對啊 我媽媽生前很大一隻 很大一隻耶 你知道嗎 你把它放在小格子裡面 他說這樣子不行 上下左右鄰居 可能都是 就是講中文的 他聽不懂 講台語的 我媽媽一過來 要跟這些鄰居要打交道 你要叫我怎麼樣 去跟他們這個交談呢 他說不行 那還是在家裡 所以我婆婆到現在還在家 所以各位觀眾 其實呢 我也是個後行部 我是跟我的婆婆 是住在一起的 是喔 我們相處非常融洽 那妳現在在家放哪裡 我放在 我還是放在客廳耶 放在客廳的一個下面 而且 還記得很妙是 那個時候骨灰收到的時候 在美國 我公公跟我老公 又自作聰明說 媽媽喜歡崇尚自然 因為他們一家的那個 回憶呢 就是去露營 他說我們要把媽媽的這個骨灰 灑在那個山林當中 讓它回歸森林這樣子 我說非常好 去了以後呢 灑到一半 又會覺得 這樣子的話 好像人就這樣子 風吹雲散了 好像覺得會有點不捨 灑了一半在外面 又一半又帶回家耶 我說妳媽 這樣不是全屍 很奇怪啊 他說沒有 媽媽這樣子的話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他們 可能我老公他們做事 就還蠻 蠻freestyle的啦 就是一下這樣子 一下那樣子 所以媽媽像 優宜是一半在我家就對了這樣